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土油码事件后恐怕引发创伤症候群 中心一联手开办特殊门证 您好 欢迎收看11月9号大爱全球新闻 我是刘芳瑜 近来全台湾各地可以说空气品质相当的差 尤其是中南部接连几天呈现了菊亥甚至是洪亥等级 今天空污依然是集中在中南部 包括了云嘉南和高屏纷纷呈现了橙色以及红色警戒 不止敏感族群就连一般民众 如果您在户外待得太久也都会感到不舒服 不过就在此时呢 屏东县政府却举办了县运会 而且是一连三天聚集了上万名好手参赛 有人质疑空气品质这么差还举行比赛 会危害到选手健康也可能会影响到赛事的成绩 对此县政府回应了 从明年起运动会将会提前到五月份来举行 避开秋冬空污季 屏东举行现运三天 不过这几天空气品质差 目前在屏东的空气品质是呈现了橘色 由于这几天的空气品质稍微比较差一点 那大会这边会再做及时的监控 司令台布什广播要选手注意空屋 还有许多在场的学生都主动戴起口罩 空气真的PM2.5还真多 主任说今天空气不好 叫我们戴口罩 运动会总共有33个比赛项目 其中有15个在户外举行 比赛过程选手还是得忍受脏空气 在这边住久了 空气都一直是这样子 因为戴着口罩也没办法运动 也是啊 明年度开始 我们大概会把现运的时间调整到 每年的5月到6月之间 那中小学联合运动会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调整到9月到10月之间 有关选手参加全国赛代表权选拔 今年难以改变举办时间 但决定明年起避开空污季 降低污染对人体的伤害 大爱新闻家新王朝中评论报道 健康话题曾经因为胃部疾病 进行过胃切除手术的患者 要小心了 因为您未来罹患胃癌的几率 还是非常高 平均每10个患者当中 就有一个人可能离癌 这是因为如果您的胃部动手术之后 它的结构改变了 会造成胆质逆流 胃酸的分泌也会减少 这些都是造成癌细胞生长 提前能够生长的因子 因此要提醒您了 如果您曾经动过胃部手术的话 一定要定期的接受健康检查 李先生现年64岁 在他14岁时 胃溃疡切除三分之二的胃 50年来不曾再做胃部检查 直到排出大量黑便 确诊胃癌第二期 切完胃之后 因为胃的结构改变了 那第一个会面临到的 就是它的胆质会容易逆流到胃 第二个它的胃本身 它的胃酸分泌会减少 那这两个都会造成 癌细胞的生长 医学上称为残胃癌 曾切除过胃的患者 罹患胃癌几率 是一般人的4到7倍 我每次胃出血 那一天都是晚上 发生的 那一天都是好像 我印象中是 那一天都吃得比较薄一点 像李先生这样的患者 曾经剖腹 需要处理沾黏的问题 罹患胃癌 以往几乎只能选择 传统开膛剖肚 但台中刺激医院 却能以微创手术 切除全胃难度很高 我们除了胃本身以外 我们还有旁边很多的 淋巴线要扩清 引进了这种新型的 腹腔镜手术 那对病人的复原 大幅提升 他的病痛也会大幅减少 胃部曾切除的民众 应该每年照一次胃镜追踪 早期发现提高治愈率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健康密码360单元 今天要提供给您的数字密码是10 指的是香菜非常容易残留农药 因此在料理前呢 务必要用流动的清水 至少清洗个10分钟 另外网络流传了 如果您把香菜泡水喝 或是打成果汁 都有助于肾脏排毒 不过关于这个网络的谣言 医生出面表示 这样喝非但没有效果 喝太多的话 还可能会造成心脏麻痹 香菜是面线的万年搭档 有人难以接受 有人偏爱这一味 香菜含有维生素C β胡萝卜素和膳食纤维 是能够帮衬美食的蔬菜 然而网络流传 喝香菜水或香菜汁 可以让肾脏排毒 医师提醒肾脏病患者 如果这么做 摄取固量钾离子 是拿健康开玩笑 它算高甲的食物 肾脏不好的人 它面临的问题 就是电解质的失衡 你如果给予太多的甲离子 反而会造成心脏麻痹的 严重的话 会心脏停止跳动 香菜又称为NC 容易有农药残留 浸泡5到10分钟 然后后来流水冲洗页面的部分 大概也就是流水冲洗 大概10分钟左右 应该都是可以有效地去除 把这个农药残留降到最低 洗干净吃得安心不贪多 餐桌上香菜还是当配角 最合适 大约新闻 郭宁 欧阳光辉台中报道 普悠玛出轨事件发生之后 幸存者经历了重大灾害 一旦这个惊恐敏感的情绪 持续太久 超过一个月都迟迟走不出来的话 那可能就罹患所谓的创伤症候群 花莲刺激医学中心预计下周三开始 要正式开办中心医的合并门诊 让有需要的患者一次性看诊 就能够对症下药 为负面情绪找出口 1021普悠玛事件 原本开心出游 却在一瞬间的撞击全变了掉 短时间内的恐慌哭嚎 让当事者及家属造成极大创伤 以往创伤症候群普遍以西医治疗 现在中医也能帮上忙 中医其实就是认为 就是气整个在那时候被卡住了 方法就是让他气能够通 可以用吃药的方式 用针灸的方式 打破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 那人就能够慢慢的恢复 花莲刺激医学中心预计从11月14号开始 每周三周四针对创伤症候群 开办中西医合幼门诊 有的人当然很快就可以调试 有的人真的是 一直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噩梦 借着中西医合疗 他们对这种创伤症候群 也都很有帮忙 西医方面提供心理辅导 药物治疗 中医能用针灸推拿等放松身心 有需要的民众能到医院 寻求中西医合疗 帮助创伤找到疏发的出口 大爱新闻 现场邓明宜 花莲报道 骨科权威 行医20年的台北慈激医院 认真效组医师任何关于脊椎的疑难杂症 他都能够嬴症而解 尤其是特别专精于治疗100度以上的脊椎 侧弯患者 还为了要减轻患者的痛苦 自行研发出了一款新型的矫正术 就叫做阶段性的后路矫正术 也运用所长 总是利用自己的休假时间 前往海内外正在疫诊 刚获得了医疗贡献奖 这位名叫瑞珍的菲律宾女孩 是脊椎侧弯超过100度的严重个案 专程来台 寻求脊椎专科医师增孝组的协助 幽默与亲和力 是增孝组给病人的印象 让病人放松心情的背后 是增孝组要扛起每一台 高难度高风险的前锥手术 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 他研发出阶段性后路矫正术 免除开胸的方式 由背后进行两阶段矫正 对于小朋友来讲相当辛苦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 找出一种方法 让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是舒服的 而且效果也很好的 而且安全 又可能能够兼顾安全性 已经有超过上百位的 脊椎侧弯病人 在增孝组的巧手下 重获新生 遇到复杂情况 手术时间往往超过十几个小时 尽管如此 增孝组也愿意牺牲难得的假期 贡献新力与国际疫诊 2015年 尼泊尔强症 造成六千人死亡 上万人受伤 当时急需骨科医师 增孝组是第一批 跟着慈禁疫诊团出发的医师 自费自驾 用医疗专业援助苦难人民 一般在灾难初期 其实大概大量伤患的情况之下 大概外伤的病人偏多 我们希望能够 尽我们的微薄的力量 疫诊中 病人诚心的感恩 让增孝组找回了 医病互信的那份单纯 尽管技术达到了顶峰 增孝组仍感恩每位病人 用病痛让他有磨练精进的机会 病人都是最好的老师 其实我们从他身上 其实也算是学到很多东西 大爱新闻流龙 庄国雄 台北新电报道 跨面上站在右边这位身材壮硕 从事件财业的老板洪吉贝 他是另一个海峡另一端 这位周同学口中光明的巨人 因为他凭着自己 也是当爸爸的心情 阿萨利家就答应要捐水了 挽救了罹患白血病的周同学 而事隔多年 两人在台湾终于相见了 还有着心灵感应般的默契 或许是彼此身体 流着同样的血液 周同学就是有种心电感应 我现在只想说一个谢谢 是真的非常的谢谢 这个谢谢因为我想对你说的话 我觉得在台上说不完 我觉得用一辈子都说不完 所以我就只能用一个感谢 很高兴看到一个 他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对啊 很壮 发病当年他才13岁 看到第一眼那个白细胞特别高 我就心里边就知道不对了 曾经想过一种鸟汁 但是听在当初听到 有人愿意为我捐献骨髓的时候 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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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激动的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看到了希望 就像我心中所说 他是直升光明的巨人 供者是真心诚意地 要给我们捐献骨髓 让我们放心 碎当神经高 我们也觉得 真的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 请接受我们的鞠躬 40出头的红吉贝 现在是彩色浪板公司的老板 当年接到通知 他没想太多 立刻答应 因为做爸爸的心情 他能体会 整个过程 那个小朋友会受蛮大的痛 因为整个他在吴郡市做换水 一家人从爸爸 伯父到他自己 都是一销 在地方上出了名的热心公益 他是一个好人 有付出 然后相对的就是帮助别人 也帮助我们自己的家庭 红吉贝说 祝福周同学身体健康 能够尽己所能付出助人 国际焦点要带您关注 美国加州正在发生的 严峻森林大火 这个被命名为 Campfire的森林大火 从南到北 一共出现了23个火场 而且还有超过9成 是完全失控的 主要是因为受到了 圣塔安纳风的吹拂之下 因此才会失控延烧 灾情最为严重的是 集中在天堂镇这个地方 紧急撤离了3万人 而短短一天之内 就烧掉了8000公顷面积 CNN形容这等于 每分钟就烧毁 相当于80座的足球场 而许多的当地居民 小看了这场火 因此等到这熊熊烈焰 都已经逼近家门了 才改警开车逃离 惊险一瞬间 火势持续延烧 住宅陷入一片火害 放眼望去 不是黑就是橘红 多数居民都没有察觉到严重性 直到烟雾遮住天空 白天变得像是黑夜 才发现事态严重 惊险开车逃离家园 烟雅会出现不同的厚度 有一个地方被避免 我一直温暖 但有一个森林区 把前面的车逃离 车逃走同时 美国北加州标特郡 周四早上开始 森林大火烧个不停 因为强风 大范围的火势 还是无法被控制 连消防人员都无可奈何 到目前为止 已经烧毁八千公顷土地 相当于每分钟 就有八十个足球场大的林地 被大火吞噬 民众难以相信 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 当地出动两千两百名消防队员 大批警力协助居民撤离 标特郡的天堂镇 有2.7万人口全数撤离 数以千计的民众躲到避难中心 11所学校师生也紧急疏散 估计野火的红旗警戒范围 将维持到周五上午 消防队员彻夜灭火 希望能尽快扑灭火势 降低损失 大爱新闻扬情编译 印度每年此时都会进行 非常重要的传统节庆排灯节 各地大肆庆祝燃放炮烛 尤其是人口最为密集的 首都新德里 现在测到了 PM2.5浓度标高到了 最高值999 各地的空气品质指标 也都达到了危害等级 画面当中彩灿花火随之而来的 却是夺命的空气污染 印度排灯节是庆祝用光明 取走黑暗用善良战胜邪恶的节庆 又称为徒妖节 因此有燃放鞭炮的习俗 不过印度的平常空气品质 就已经够恶劣了 再加上大量的燃放炮烛 首都新德里空污指数 早就已经破表 等于每一口吸入的空气 几乎都是危害健康的赌气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兹 常年致力于慈善工艺 也有自己所属的基金会 有鉴于许多落后或是战乱地区 如厕都是一个难题 他宣布了要研发出一款 非常新式的马桶 不需要使用任何一滴水 也不用连接污水管 就能够洁净使用 手拿瓶装人体排泄物 上台演讲 全世界最富有人士之一 比尔盖兹 做出惊人之举 吸引台下目光 周三在北京举办 未来厕所论坛 比尔盖兹现身 宣扬无水厕所新科技 希望让全球关注 开发中国家 厕所不足的问题 这种特殊马桶 不必用到水 也不需要下水道 排泄物甚至还可以制成肥料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有23亿人 没有基本的卫生设备 根据盖资基金会估算 缺乏干净厕所 可能导致的医疗开支增加 生产力减少 以及财务损失等等 甚至高达2230亿美元 光是中国大陆厕所就严重不足 去年还有5700万家庭没有马桶可以使用 因此比尔盖兹承诺 未来7年将提供2亿美元投入马桶相关产业 这是希望改善开发中国家的生活状况 大爱新闻 后天就是一次大战结束的100周年纪念 法国巴黎将会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也邀请全球60个国家领袖与会 不过现在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却语出争议 因为想要表彰一名当年的一战将领 他的身份相当敏感 因为这名将领他到了二战期间 却沦为了希特勒的傀儡 因此他到底是英雄还是叛徒呢 引发了相当大的舆论压力 三人都用双手拿着花圈 放在阵亡将士纪念碑前 场面庄严肃目 法国总统马克宏 郑重纪念在一战中为国捐躯的士兵 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争议 原来陆军将领被当 1916年参与凡尔登战役 带领法军守住巴黎 成为民族英雄 1940年担任法国总理时 却向纳粹德国投降 成为傀儡政府的国家元首 更配合纳粹暴行 把犹太人送进集中营 二战后被当因为叛国罪 被判死刑 后来被戴高乐特赦 在大西洋小岛上终身监禁 直到1951年结束戏剧性的一生 马克宏有意纪念这位 备受争议的军官 遭到左派政治领袖 与法国犹太机构代表理事会炮轰 不得巨大的舆论压力 法国总统府终于宣布 不会纪念被当 11月11号星期天 就是一战结束100周年 法国巴黎将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 法国媒体分析人士认为 许多在一战中受到重创的国家元首 不在自己国家 而是来到巴黎参加一战纪念活动 表示大家都认为 德国总理梅克尔失去明星之后 马克宏成为大家公认的领袖 只是因为法国国内燃料价格上涨 还是让马克宏面临不小的民意压力 大爱新闻反汇编译 《非诚重申》专题系列报道 五年前的海燕风灾 曾经重创菲律宾独鲁湾 而独鲁湾这个地方 则是从废墟当中重新占起 此次也开启了连年大规模疫诊 主要是为贫苦居民 来进行白内障免费的摘除手术 而医生也从中发现个案 持续地行善复复处 大批患者都在等着进行白内障手术 司机志工解说着 旁边还有志工协助资料整理 这位志工 Alicia 亲切又温柔 20岁的她刚从社工系毕业 但右侧刘海一直盖住右眼 让一名医师很好奇 原来她右眼斜视 因为自卑总用刘海遮掩 五年前海燕风灾 家中曾受慈祭帮助 多年来她一直想来当志工 直到即将手术的这天 Alicia还是难以置信 心情忐忑又期待 马尼拉人医会演科团队 早就准备好 志工们也陪伴着给她支持 精细的手术过程十分顺利 真心地付出回珠几身 让她能双眼直视展现自信 排内障手术一结束 大型疫诊将展开 一年一度的疫诊 处处可见当地人来当志工 阿莫克志工也来了 远一点的玛丽锦纳士跟玛尼拉志工 更是从海燕台风后就常来支援 玛尼拉分会还有我们其他的年龙典 好像是阿莫克 宝河岛 他们会跟我们协助 让我们放心 所以我们做得也很有信心的 当地慈祭人太少 但各地志工协助 让独鲁万联络处负责人杨正伟 不用孤军奋战 况且他还有个得力助手 36岁的陈鸿阳是当地华商 海燕台风后他加入慈祭 年轻机灵又会华语 是各地志工沟通的桥梁 但连续一个多月忙进忙出 协调执行根本没睡好 工作也暂时放一边 但身体累 心却不累 无论多辛苦 我认为每次想到说 这次医诊可以帮到 大概6000多个病患 就觉得一切很值得 医诊 白内障手术 还有在商场举办的展览 一个接一个 全靠慈祭人带领着当地志工 联络处平时定期举办共修 带领本土志工一同成长 用时间凝聚共事 跨越不同民族的认知隔阂 期盼此际在独入万的根 能扎得更深 更坚定 真言上人持续在禁思成语 讲述法华经第19法师功德品 殷切地期盼人人要 文法 行经 开道 以法造水 转世成志 把握时间 应用空间 好好地关怀人见 中文法华经理讯 那就是看我們的心 我在哪裡 人在哪裡 有聽 有看 情心去體會 感動了 因立心來 掌心 堅持 部分 一路來 他們的沉浸 沉浸 主著這條路 是他們的人生洪洋 所以 真幸運 大力很大 只有一段路要來臨臨 有的人好像坐車 搬飛機 還用兩天外的時間 這實在是這麼不簡單 這麼辛苦 來臨不容易 所以就想多學 我們時刻要關注自己的心 所以我就在想 我就說 太多收穫太多的東西了 讓大家都能一起來 就說共同去做 那麼好的一個事情 和名牌裏面 我就有了一個願望 就希望能夠將來 如果能回來的話 那就給家鄉做一點事情了 原來是想自己 去為家鄉做點事 而我就沒有想到 我會跟慈濟一起 回到家鄉去做事情 所以我覺得更加讓我 使得我欣慰 就把小愛變成了大愛 你會應該在這個位置左右 之前我們不用不是偶然 或者突然就走進慈濟 是因為我們就這麼找 沒有找 沒有一直沒有尋到而已 現在他就是性格改變了很柔和 然後也不口吐狂言 然後也不用 過去都是下巴 看人 然後現在也會低頭說感恩 正真菩薩大心 不古長長難行 立心勤修善法 理獨正真不害 修行 只有一個目標 立心 滴意 尋夠 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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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要好好享受自己 要安穿求 要堅持 能行定行 否则是困难 所以我们 尽管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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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错 我上周末我都没来嘛 家里也看得不错 二十万二十万 那大鸟房间 我也得去 做好事 逢干天下跨 我们团出去有饭 他们收拥了 收拥来就是 好嘴 清脆 我怎么说 我怎么做 今天要陪哈尔滨那个风暴站 打开心门 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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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在那裡 要把時間 應用空間 好好 關懷真感 這 這是我們的重點 石鎮三間的道理 也能夠印證在這個國家 印尼 就連未處於最東邊 遙遠的島嶼 也有慈濟志工行善的足跡 志工前往當地 為平併的原住民 來舉辦議診 尽管路途遙遠 實在艱辛 絲毫不以為苦 我幫助別人 當成功幫助別人 幸福的人 會返回到我 再次回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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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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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我們知道如果疲傷, 肯定是有很多困難。 我們經常教我們 如何幫助人或不便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Kepala keluarga bahkan mungkin penyakit-penyakit yang banyak diidap di masyarakat supiori ini atau masyarakat Papua pada umumnya adalah penyakit menular. Jadi penyakit menular terutama pernafasan. Sebagian besar mungkin juga masalah infeksi tuberkulosis juga masih banyak di Papua ini. Jadi ada beberapa kebiasaan di masyarakat yang mungkin juga nanti kita perlu edukasi bersama. Bahwa masyarakat perlu paham ada beberapa adat istiadat yang memang harus disesuaikan dengan permasalahan kesehatan yang mereka alami. Contohnya setiap anak-anak bayi yang baru lahir itu ada adat untuk diasap. Mereka menyebutnya dengan istilah rau. Nah asap itu sebenarnya juga karena itu asap pembakaran dari kayu, asap itu sebenarnya juga berbahaya untuk sistem pernafasan bayi. Terutama karena paru-paru mereka pun sebenarnya masih paru-paru yang sangat murni, yang sangat kecil seperti itu. Memang kita ini melihat di Papua ini, kesehatan sangat penting sekali. Apalagi di Papua ini, khususnya di TNI, mereka oleh karena di desa-desa itu mereka juga tidak punya buah. Sehingga walaupun ada BPJS atau ada pengobatan gratis di rumah sakit, namun mereka tidak punya biaya untuk ke rumah sakit. Sehingga mereka biasanya menanggung penderitaan. Kedua, puskesmas juga kadang-kadang dokternya tidak ada atau obat tidak ada. Jadi memang perlu kita dari Yayasan Berat Seci untuk sering melakukan basos, yang mana basos itu ya kita ke daerah-daerah. Karena ini memang sangat rawang. Tantangan terberatnya adalah sampai sekarang saya masih ingin menggali bahwa saya bisa membuat saya punya pasien itu bisa merasa bahwa kita setara dan dia bisa berbagi keluhannya pada kita. Karena kan kita dari kultur yang berbeda, jadi dari bahasa yang berbeda. Makanya mungkin sekarang pun saya punya logat sudah seperti orang Papua, karena saya ingin mereka merasa saya bukan orang yang asing. Sehingga mereka juga bisa dengan mudahnya menyampaikan mereka punya keluhan. Kira-kira begitu banyak. Dan ini juga kita rasakan. Berbuat kebajikan untuk orang lain, tapi bukan saja untuk orang lain, untuk diri kita sendiri. Kita tahu, sesuatu manusia yang paling bahagia di dunia ini adalah manusia yang bisa membantu orang yang perlu dibantu. Itulah kata rendungan itu, yang mana memang betul setelah kita membantu orang, kita merasa satu kepuasan. Terima kasih telah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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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这时候转好 似乎不是一个好消息 转好北部东半部云量还是比较多 然后有一点吹东风 所以这个对我们西半部来说的话 还是一样很稳定 所以空气品质大概从台中越往南 云嘉南会越差 请大家留意一下 目前来看的话 下礼拜东北风又稍微增强一点点 这一点点你可能都感觉不大出来 都是类似的天气 可能到下个周末 有一波东北风会再增强 到了月底的时候有封面 各位没有看到 这个到下下礼拜一了 可能会有一些封面会接近 会转为邮雨 不过这还有一个礼拜 变动时间也蛮大的 大家也很关心的空污 其实这阵子 有境内跟境外相同的影响 像北部大概境外会比较多 中南部这边除了境外之外 加上本地的污染 会在这个地方不断的累积 所以气象的因素 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风强风弱都会造成 它自己本身的影响 所以一个是本身有污染 加上再垫高下去 如果在某一些特定的天气条件之下 就会发生这种严重的空污事件 以各位来看 未来这几天 北部还有西半部的朋友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东半部蛮好的 但是外海其实有时候你注意看 也是有一点雾茫茫的境外的污染 所以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大家要共同来减量 一起来减量 当然也希望境外能够少一点 大家努力来做才有办法 改善空气污染就是一个环保运动 大家不要怀疑 这几天其实降雨会明显地缓和一点点 东北部有降雨的震雨 其实大概各位可以看 礼拜天会稍微少一点点 礼拜一礼拜二就是典型东北风的态势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 那今天晚上空气品质在南部还是相对的比较差 尤其是这个云嘉南 各位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所有族群不健康等级 南部也是会敏感 或是所有族群不健康等级 这之间都在临街点 那中部还好 那北部偶有一些飘雨 还有东部 湾部偶有一些飘雨 那明天白天 礼拜六大致上温度还不错 各位有没有看到都27 8度 这个是很适合外出的 但是各位注意看 南部空气品质真的不大好 所以特别是在下午的时候 所以大家有时候 如果你要外出运动的话 这个也不是说全面不好 就提醒大家 你可以看一下你住的负债镜的 这个所在的浓度的素质 它日夜有点不大一样 你可以看一下再做决定 那给大家一点建议 东北风稍微周末的时候 减弱的天气更稳定 更稳定的情况下 对中南部稳定加上更稳定 所以就扩散不易 空气品质还是蛮差的 请大家减少一些户外的剧烈活动 在空品差的地方 那下周东北风会略增强 但是略增强也是稍微蛮弱的 所以大致上 未来空气品质 还是未来这一阵子的重点 我们来看详细的电视数据 我们下周本的电视数据 我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